咱们来看一个位于洛杉矶地区森林湖市的全新的小独栋别墅 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仅邻着城县的尔湾市 就隔了一个街区 但是只有成本就要低得多 房价也更实惠 这里几乎是全加州最低的地税税率 1.1%的税率 而且同样也是非常好的学区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视频里这个房子的室内面积是1919尺 三房三个卫生间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它一楼的客厅 整个房子是两层的 目前这个是90万左右 因为房源变化的很快 如果你想知道准确的 可以单独来找我 这个项目里面有三个户型 从这个1919尺 最大的2900尺 三房到四房的 这个楼盘呢 有一些好处 就是它有的地块呢 是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色的 但是呢 它下面对的是小区入口的一个低速路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里面的地块 也有非常不错的位置 咱们看完了一楼 现在咱们上二楼 一楼呢 是没有卧室的 三个卧室都在二楼 这个楼盘呢 往北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到一个大型的商业区 像沃尔玛呀 Target呀 还有各种餐馆啊 甚至19块9的那个龙虾自住餐 都是在那个广场 如果到华人超市的话 大概十几分钟 另外十几分钟也可以到光谱中心 这个房子呢 出租或者自住都非常的不错 因为呢 第一个 它的持有成本非常的低 第二个呢 它又更实惠 那么租金呢 跟二楼同等面积 同等房间数的差不多 但是呢 你少花钱了 你有一个低成本 所以你净剩的钱就会更多 这个房子呢 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实惠 就是开发商送了很多东西 你像有的新房呢 你需要去装筒灯 去装preware 去装电插座 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花钱 但是这个呢 全都包括了 甚至呢 它还额外的给了你一个冰箱 另外呢 如果洗衣机烘干机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拿到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拎包入住了 非常的实惠 你看主卧这个大卫生间 多漂亮啊 加州所有的在手房源我都有 更多高性价比的房源 欢迎单独来找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